有网友在23日爆料称,刘诗诗和吴奇龙在走离婚程序了,随后该网友又在25日更新评论区,表示顺利的话下个月官宣。 随后有知名狗仔放出了一则爆料消息,该狗仔以漫画方式称圈内某知名大龄男星跟经纪人密恋十几年,最后该男星跟代言性女星因拍戏生情,火速官宣结婚,该经纪人退出了男星公司。 漫画图疑似就是刘诗诗吴奇龙的婚纱照,紧接着有网友又翻出了2013年的瓜,正是吴奇龙跟经纪人人乐的故事。 随后,吴奇龙工作人员火速回应辟谣,表示,假的,正在走法律途径解决。 严谨一概,粉碎了谣言,大家发现辟谣之后的吴奇龙立马换上了新的头像,还特意晒出自己手中的婚戒,只能说,谣言不可信,真要离婚了,想必也不会先闹这些,直接就给官宣了。 如今突然遭遇这样的谣言,也是无望之灾了,希望两人不受影响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